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至今已持续了将近12年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已换了三届 江泽民早在上一届就已经被逼退 到如今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 外界不由的质问 参与迫害的仅是江泽民派戏码 这三届其他中共领导人都干了些什么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 因修炼者身心受益而迅速传播 98年由前任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官方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法轮功余国余民有百类而无一害 到99年 中共官方统计 中国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 一些高官及家属也在练法轮功 而在此之前 从96年起 中共媒体和公安就开始对法轮功 进行诬陷监控和骚扰 99年4月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 在天津一份杂志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前往澄清实情的学员遭到警察殴打和抓捕 天津警方说 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 4月25号 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 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与学员代表对话后 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傍晚被关押的40多位学员获释 就在25号当晚 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 执意要进行镇压 这封信被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题为一个新的信号 当时也在上访现场的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说 江泽民谈到建议法轮功的原因很简单 概括成两个字就是人多 所以他跟后来所讲的什么1400例 什么就是说什么杀人 当然都是他瞎编出来的 同年7月 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 就凭共产党指出 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 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 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 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 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 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法轮功是作为一个整体 对共产党这个整体来屠杀 定格是江泽民一个人 共产党的大大小小楼楼 各个层次的各个层次的620办公室 都在镇压迫害法轮功 那么作为一个已经下台的头头 保台了 那么你共产党和现任的总书记 你就要面对法轮功 江泽民2002年11月退出中共领导核心 2004年被逼退中央军委主席 而在第15届、16届、17届中央领导班子中 多位不是江系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等高官 也都曾公开表态支持打压法轮功 我认为破坏法轮功实验 就是一个非纸 当时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该认识 这个语言要写到历史上去 这个语言甚至也都属于海文瑞的这个语言 维基解密披露 中共高官担忧自己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 据了解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 他们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 控告迫害袁兄、江泽民以及曾庆红、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李长春等30多名中共官员 直接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分裂 九零政治局常委均各怀心思 有人谈算利益还有多少 有人谈算如何避免清算 有人谈算能否亲死留民 目前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9300万人 而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 特别对于中共高层 法轮功学员指出 再不抓紧在法轮功和退党重大问题上表态 撇清罪责 失去时机将追回莫及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博尼综合报道 知名下 知名下 计 知名下 作词